甘草能长时间当作带茶饮吗? 甘草能致五脏六腑含热邪气、肩筋骨、肠肌肉、背气力、解毒、九伏轻身炎黏、还能迅速缓解腹痛、肠胃不是引起的。 那它能不能长时间当作带茶饮呢? 它又有什么副作用呢? 适合长期服用的只可能在厨房里、不可能在药店里。 尽管,神农本草精,把中药按毒副作用的大小分了上中下三品,但并不代表上品药就可以长期服用。 尤其是身体健康的服用药物,只有害除了没有益处。 甘草以其根胃甘甜故而得名甘草,甘草就属于,神农本草精,里面的上品药了。 它是我国特产又最常用的药材之一,它广泛用于临床,有十方九草之说。 素问,生气通天论,说,未过于甘,则心气传满,色黑,肾气不衡。 唐代王兵筑约,甘,多食之,令心闷。 甘性致患,故令气传满而甚不平。 何者? 土一木也。 恒,平也。 从用药习惯和加工品种来说,甘草分为生甘草和致甘草两种。 生甘草擅长清热解毒,偶尔喝一喝也可以。 但长期服用的话可引起水肿,血压升高及血价减少等症状并有晚复胀满,纳呆等消化障碍。 制甘草擅长补中缓急,酒服会注施拥气,令中满,故施胜而胸腹胀满及呕吐者济浮,从配武来说甘草扼远至,反大忌,圆花,甘碎,排枣。 最后我还是要重复中医的养生观,中药是用来治病吊偏的,不是用来养生保健的。 养生保健还得从作习规律,饮食居处,调唱情志入手。 治美中医,治朴之言。 甘草是生活中特别常用的中药,比如止咳润喉的甘草片,还有不少用甘草泡茶来清火解毒。 尽管甘草有许多养生作用,但是长期或过量食用仍然有中毒的危险。 因为经常用嗓,常常咽喉发炎,嗓子疼痛。 他听说甘草能驱火,就经常用甘草泡水喝。 一天下午,这位老师开玩家常会后随手抓了一把甘草放进茶杯,不知不觉喝了四杯水,晚上回家就开始恶心,泛酸水,不能吃饭,看到水都恶心。 经针酒科医生吕佩婉诊断,这位患者就是由于过量喝甘草水而引起中毒。 很多都喜欢用甘草泡水代替茶水喝,认为可清热解毒,就不注意用量,于是出现中毒。 对于以上案例,吕佩婉开了两剂解毒汤,方用泽蟹30克,炒白竹12克,桂枝15克,芙苓15克,陈皮12克两剂,用沸水冲泡,慢燕带茶饮。 甘草的却有补中气,润肺止咳,缓急止痛等用处,而且和药物配五还可以调和药性,解毒。 甘草虽好,但却有药物的偏性,这种偏性用的合适可以治病,不合适的时候就是毒,例如甘草服用太多会引起服种。 吕佩婉建议大家不要把甘草当茶饮,最好要在服用前咨询一下专业的大夫。 甘草是生活中特别常用的中药,比如止咳润喉的甘草片,还有不少用甘草泡茶来轻火解毒。 尽管甘草有许多养生作用,但是长期或过量食用仍然有中毒的危险。 甘草的却有补中气,润肺止咳,缓急止痛等用处,而且和药物配五还可以调和药性,解毒。 甘草虽好,但却有药物的偏性,这种偏性用的合适可以治病,不合适的时候就是毒,甘草服用太多会引起服种。 建议大家不要把甘草当茶饮。 众所周知,很多中草药泡水喝对身体是很有益处的,甘草就是其中一种比较常被用来泡水喝的草药。 很多都喜欢用甘草泡水代替茶水喝,理由为可清热解毒,但甘草长时间当作带茶饮的做法是不可取的。 甘草俗称甜草,气味,为甜而特殊,性平和,入心,脾,肺,胃,四经。 甘草生用偏凉,可泄或解毒,缓急止痛,致用偏温,能散表寒,补中益气。 此外,甘草还善于调和药性,解百药之毒,因此,甘草是一种非常广泛的中草药,广泛用于临床,有十方九草之说。 茶大多性贫,红茶黑茶略温,一般具有抗衰老,解毒,强免疫等功效,具有一定的药力,但整体属于食品的范畴,不过也要根据季节和个体质选择不同性味的茶。 如上所述,甘草喂药,茶则属食,既然喂药,偶尔或间断饮用无妨,长时间当作带茶饮就不可以了。 甘草所含甘草甜素具有肾上线皮质激素样作用,能够促进水,纳株流和排甲增加,长期大量应用甘草,会出现水肿,血压增高,血甲降低,四肢无力等甲醛固酮增多症。 过量服用会出现群麻疹,哮喘,恶心,呕吐等不良反应,其磁激素样作用会影响男性的生殖系统。 另外,甘草甘缓拥气,能力充满,故事胜胸腹胀满及呕吐者济浮,高血压,肾功能不全,水肿,正在使用激素的患者均不宜服用。 总之,不建议把甘草当作带茶长时间饮用。 关注家庭医生在线头调好,更多健康问答轻松看,本草生活,甘草不宜长时间当作茶饮热饮,也不宜用量过高。 甘草,胃肝,性贫,解毒,调和猪药,补皮液气,缓解药物药性和劣性。 从药性和功效上来看,甘草虽然是药食同源,但药理性较强,已经属于药材的范畴,且药材的采收和加工一般在最成熟的季节或使用根筋等部位,有效含量非常高,所以不可久用和多用。 而茶热饮不一样,茶大多性贫,红茶黑茶略温,一般具有抗衰老,解毒,强免疫等功效,且茶的采收是按食品标准,一般是植物的嫩尖部分,虽然也具有一定的药力,但整体属于食品的范畴,所以一般情况下可以长久饮用,当然也要根据季节和个体质选择不同性味的茶热饮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